欢迎收听新视觉听新闻 如果你愿意就哈哈大笑或问罪一笑 不要压抑笑声或忍着笑 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开怀大笑不单是令自己快乐 对于那些听到你笑声的人来说都是一种祝福 长时间以来人都知道笑声具有疗愈作用 拜伦分着Lord of Byron 阿里士多德 阿里士多德 和圣经都认同笑是一种良弱 是一种卓越的减硬疗愈法 无需预先计划或安排 是沉患的黑声 带你远离世俗 绝对他有感染力 他有太多积极的影响了 笑声引发起笑声 当看到一帮人在开心笑的时候 你是不是都很想笑呢? 我说那就开怀大笑了 在古代人都知道笑可以疗愈 但是他们不明白为什么 不过重要的是 他们知道笑可以令他们感到更美好更愉悦 在有关于笑对健康的益处研究中 有不少有益的发现 笑会燃烧卡路里 加快心率和增强呼吸力度 笑还可以减少焦虑 从而提高你的能量水平 在国际老年病学和老年学 Geriatric and Gerontology International 上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发现 笑声疗发增进幸福感 改善社交互动 减少老年患者的抑郁症 梅奥医院 Mayo Clinic 说 笑声可以令人身体产生天然的止痛剂 从而缓解疼痛 研究人员发现 定期的开怀大笑 会显著降低 炎症标志物 Inflammation Markets 并且改善其他健康指标 如異形糖尿病患者的焦虑荷尔蒙 和胆固醇水平 笑声可以刺激血液循环 并且又在于肌肉放松 这两者都可以帮助身体减轻焦虑症状 梅奥医院说 笑声甚至可以减轻炎症 这可能因为他可以降低焦虑水平和焦虑触发的荷尔蒙 幽默也是抑郁症的解毒剂 笑的时候很难抑郁 笑声还可以令我们更容易应对困境 还可以帮助你和他人建立联系 研究还表明 笑增加自然杀伤细胞的数量 激活T细胞从而增强你的免疫系统 他还促进T细胞为保护你的身体免受感染 和疾病的侵害开始工作 笑声也可以增进你的心脏健康 当你快乐的时候 你的心也是快乐的 因为身体条件限制 没有法治进行体育锻炼的人 可以通过笑来缓解他们的心脏问题 大笑可以令你的心跳和色度步行时的一样快 大笑这种方式也更有趣 笑的好处很明显 会增加你个人的满足感 改善你的情绪 笑有这么多好处 良好的笑声可以减轻疼痛和焦虑水平 那听起来是不是好像起到了特效药的作用呢? 近来的研究表明 当我们大笑的时候 会释放有助于肌肉放松的激素 还记得你上次笑是什么时候吗? 或者就是在你加倍工作努力 间隙试图喘口气的时候 大笑令你感觉如何? 我希望那是清新和自由放飞的感觉 如果所有这些还不够 笑的精神层面的益处 就更是比比皆是 有很多美国人服用抗抑郁药物药物 不过药物和笑声都会增加我们大脑中的血清素水平 当我们与其他人一起笑的时候 我们就在建立健康的团体氛围 这是对大脑有益的 笑是有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增进关系 女人就更喜欢幽默感强的男人 而男人就会欣赏那些因为 就算自己的笑话不够搞笑 都会开心笑的女人 一起大笑可以增加人际关系中的亲密感和幸福感 令伴侣免于被负面情绪降伏 保持幽默感可以照亮我们生活方方面面 整体提升了我们的生活 提升了我们的社交蜡烛点 增进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 我想我们都同意我们可以令到生活中笑声更多 这是一种有益健康的习惯 可以帮助我们调节压力 将情绪转向积极 因此去看部喜剧啦 和朋友一起分享一个笑话 然后多点笑一笑 你有没有留意到 BB的笑声很有感染力啊? 尤其是 哇 如果两个BB一起笑 只是想想都令我开心 原文 The Medicine of Laughter 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以上节目内容取材至大纪元 Donna Metallie 张玉编译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部分内容 已经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